蚊子又悄悄飞来想吸狮子的血 不料身体却被蜘蛛往连的紧紧的 蜘蛛联盟爬出来把蚊子抓住 这下子狮子终于心服口服了 小叮咛 小叮咛 做事需要靠智慧哦 贝贝 做事要靠头脑 光平利息是不行的 知道吗 再准备故事了吧 懒惰的小猫 有一只懒惰的小猫 整天只知道睡觉 有一次猫妈妈要出门办事 临走前提醒他 饿了就去 就捉老鼠吃 妈妈出门后 小猫跳到窗台上 睡觉 忽然 他听到不远处传来了老鼠吱吱叫的声音 他想了想 说 老鼠肉虽然好吃 可惜离我太远 跑过去捉太累了 不久 他发现那只老鼠就在头顶的梁柱上 他感到惊喜 他感到惊喜 但是马上却又叹气 哎 要是他在下面就好了 爬上去的话太费力了 话刚说完只听到 扑通一声老鼠从梁柱上掉了下来 小猫十分高兴说 但 紧接着又皱起了眉头说 哎 我从窗台上 跳下去 太费力了 还等老鼠 主动爬过来吧 小猫等啊 等到睡着了